大家都可以唱我们自己的歌 师父写的 华古山我为你祝福 还有四众佛子共礼 这个都是很重要 这个都是佛法 我是79年归艺 那因为我想说 合唱团是用一个那个声音 在也是跟着师父 一起来弘扬佛法 扶持佛法 修学佛法 那当然也很高兴 我就会来参与 那最感动就是 我们的华古山 这首歌是会 就是大家会很向晚 因为华古山是一个 正性的佛教团体 而且我们华古山 师父的理念跟精神 那我们是很认同的 大家都可以唱我们自己的歌 师父写的 就是比如说 华古山我为你祝福 还有四众佛子共礼 这个都是很重要 这个都是佛法 那也是可以提升我们 那也可以大家拟记 有这个相信力也比较佛婆 那师父曾经也是说 佛教的音乐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有这个音乐 可以潜移默化的力量 那大家来听佛旗 那也心会清凉自在 有这个音乐是很重要的 在这一支 那咱们能听得到 那好 那边 那一支 那艺朗子时 一支 那一支 就是 你